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很開心有機會和大家聊聊天 講一講我40年 研究香港歷史的 心路歷程 其中有苦有樂 今天是樂事 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我30歲之前 是完全對香港歷史一無所知 在我的意識之中 在我30歲之前 在我的意識中 是沒有香港歷史這件事的 我是1948年出生的 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 即是我同年紀的人 可能沒有什麼人的意識裡 是有香港歷史這件事 在中學的時候 我很喜歡讀歷史 但當然 我讀中學的時候 課程裡沒有歷史 而我讀大學 也沒有香港歷史 所以 我沒有機會接觸香港歷史 也不是很出奇 我什麼時候才開始 認識香港歷史 或者什麼時候才開始 研究香港歷史 如何走上這條路 其實都是非常偶然的 在1979年 我剛剛31歲 我做完我的 尺寺論文 當然我尺寺論文 就是香港歷史 我就說 香港歷史 我不認識香港歷史 他們說 不要緊 最重要的 我們以前在做的 我還在做的 退休 我又聘不上人 你來到看頭看尾就可以了 我們找到人 你就離開 所以 我有一點點 神推鬼偶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就開始在香港歷史 工作 那時候 大學給我的職位 是一個part-time demonstrator 香港歷史 所以 學院是怎麼回事呢 在去年代 香港大學的歷史 有一個 其中有一門 是史學史 就是研究 歷史史學方法 以及歷史的哲學 關於歷史的東西 讀歷史科的同學 就要写一篇学试论文 写学试论文就可以自己选题目 我也没有选香港 也没有选中国 我就选写德国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叫做Alan Birch 他就很鼓励学生 那个学试论文就写香港 因为你在香港 你可以用一些香港的资料 而且你也可以做一些实地的考察 他自己那时候就很有兴趣做日志的香港 时时都鼓励学生去做日志的香港 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 就是一个地方 是将一些香港的资料收买 给一些研究香港 或者写香港学试论文的同学 是可以有一个地方去参考 和大家可以讨论 我什么都不懂 我去那里 基本上就像一个图书馆员一样 学生来借责 我就写责 他们还责 我就写责 而且有很多的书都放得不太有条理 学生来借责 有很多当时拍人机拍出来的学术论文 就是一搭一搭 很多东西 我的工作就是 或者我自己选择去做 就是把这些文章和这些东西分类 做一个catalogue出来 那时候我们的catalogue当然没有现在那些高科技 就是一个木的柜桶 一张一张卡片 应该是三成五的卡片 然后就打了一些作者的名字 用作者的名字来做编排 有些是用主题来做编排 然后就找一些地方 放好这些print out 这些影印本 让一些人容易找到的 我当时真的是撿头撿尾了 但是我们有个书具里面 也有一些香港历史的书 不是很多 但是有的 我记得有几多本呢 其中一本就是 G.B. Endicott 的 History of Hong Kong 是1958年出的 全世界人要看香港历史 你都是看那本书的了 Endicott 那时候在香港大学教书 历史系教书 他没有教过我 但他不是教香港史的 他是教英国历史的 但是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里面 发觉香港其实很多东西都挺值得写的 他就用了英国有些政府的档案去写的 那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写得特别好 但我现在回头看 他是一个开创 就是他的先行者 他是完全没有基础 在上海写到这本书 其实也很了不起的 尤其是他也不懂中文 他也是一个过客 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另外一本香港历史的书 就叫做《香港初期史话》 就是一个叫丁佑的人写的 这本书很薄的 Joseph知道 小小本的 也是1958年出的 但是在北京出的 这本书又反英又反直的 这本书是完全不同的 命运也不同 因为《Andergaard》这本书很快就成为经典 但是丁佑这个人 不知为什么好像没有了夏文 这本书也没有流行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没有再翻盘 其实也很应该的 因为他也看东西是很精湛的 另外一本《香港历史》的书 两三本是罗香林写的 有一本是写在1842年之前 香港的 它叫做《对外交通》 其实不是对外交通 而是比较早期的香港历史 就是开浮以前 另外一本就是 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里面的关系 都是写得很好的 有很多东西是 现在我们回看都是很有意思的 还有一本是很特别的 叫做《Europe in China》 就是一个人叫做E.J. Ito Ito 也是很特别的 他就是一个传教士 19世纪来到香港做传教士 但是做了一下就不做了 就进入了香港政府工作 他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是做教育官的 他这本书是用当时 他能够接触到的政府里面的档案去写的 所以资料是很丰富的 有点湿碎 但是他本书后面有一个很好的索引 所以如果你做研究 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籍 所以就是这四本 我能够记得真真正正的香港历史的书 就是这四本 其他有很多东西不是历史学家写的 在这个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里面 所收集的东西很多是当时的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 甚至是一些Urban Planners 地理学家这样写的 因为正如我所说的 香港历史还没有成风气 但是其实这些社会科学的学者 反而对香港当作一个可以研究的基地 所以他们出了很多文章 我们现在看起来 其实已经很有历史价值 尤其是当时有很多关于香港人类学的作品 就是由美国和英国的人写 因为他们当时回不了内地去做研究 所以他们要研究中国社会 就唯有来香港研究中国社会 去一些村落、上水、粉岭等地方 新田等地方 就作为他们的田野工作的对象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在这里住一年两年 就是很深入民间 所以虽然他们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 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是很深入的 而且他们的文章 正如我所说的 虽然他们不是做历史 但是现在我们回看 他们的资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第一 《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 第一类就是香港历史的书 第二类就是很多很多资料 就是其他社会科学家 写的关于香港的资料 很多statistics 很多那些 当时很流行的一样东西 就是刘少佳的那群人族 Rance Lee的那群人族 就是那些民调 那时候开始做很多民调 所以后来刘少佳写的那本 《Ethos of Hong Kong》 就是说香港的人民 对政治的冷感 就是那本书要出的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时代 另外一堆东西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 《王家亚洲学会》的会刊 这个《王家亚洲学会》 每年就会出一本《学报》 《学报》里面就收集了很多关于香港 或者是南中国的文章 我看了之后 那时候是1979年 他们出了差不多20冊 尾都20冊 每一冊里面都很精彩的文章 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呢? 这些文章有关香港的风土 有关街道 有关村落 有关香港很多不同层面的东西 而且写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这帮人很多都不是真是历史学家 不是真是历史学家 他们很多是在政府工作的 而且多数都是外国人 可以数到 我想那时候 我看的时候 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可以在这本书里出的就是肖角健 肖角健和James Hayes 整帮人都很熟悉的 他们做了很多田野的考察 他们也用中国的史料去写 所以有一个不同 我那时候觉得 这帮人 又不是香港人 又不是中国人 又不是香港长大 我在香港出生 我在香港长大 反而他们认识我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很尴尬 也觉得很惭愧 也在看他们的书的时候 我发觉其实香港是很值得研究的 香港很多东西都很研究的 我决心写用香港来做我的博舌论文的题目 我决定了做香港之后 香港有这么多东西 我的目标是写什么呢 我的目标是写什么呢 后来我决定了写东华医院的历史 我为什么会写东华医院的历史呢 也是有点估计的 因为我在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 我看到两篇文章 对我影响很大的 一篇是一个叫Henry Lethbridge的人写的 Henry Lethbridge是当时在香港大学的社会系教书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就看了一些关于东华医院的历史 用的资料不是很多 而且多数都是一些政府的刊物 他就写了这篇文章 他就说 东华医院是代表香港华人的机构 而且他们都是一些华商的精英 一帮有钱的中国人 扮演了东华医院 是名义上是一个慈善机构 是照顾华人的各方面 他们病了会照顾他们 死了会照顾他们 但是其实他们慢慢成为了一个政治权力的核心 所以Lethbridge就是用这个角度去研究东华医院 作为一个势力或者权力中心的一个团体 他就说当时英国 即是成民地政府 如何对待 或者是如何 对待 对东华医院有什么反应 当然东华医院是帮助了 成民地政府很多事情 因为他照顾了很多穷人 在很大程度上 是确定了 或者是确定了社会的稳定 令社会更加稳定 令社会更加稳定 所以变成了那些统治者 是容易统治很多 但是同时因为这帮东华医院的人 他们的权力很大 他们对华人社会 草根阶层的人 的影响力很大 所以殖民地政府也很害怕他们 因为他们权力太大 就会向殖民地政府挑战 甚至他们会有一些颠覆 颠覆政府的企图 其中一个 为什么他们这么说 因为东华医院的总理 是与国内的官员很熟悉的 某些程度上 是希望与国内的官员合作 有什么情况之下 是可以帮助中国的 所以从殖民地政府来看 这个东华医院 是有它可爱的地方的 因为它可以稳定社会 但是也有它不可爱的地方 就是可能会对殖民地政府一种挑战 所以是一个有爱有恨的关系 我觉得Lethbridge是掌握这一点 是掌握得很好 令到我觉得 东华医院原来是这么神奇的一个机构 因为我还没看Lethbridge那篇文之前 在我的心目中 东华医院就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医院 又有广华 又有东华冬院 又扮学校 又做慈善 又有很多事情 知道它有 广华医院的《欢乐门东华》 也知道 连年都卖旗的 我对东华医院的认识 在那个时间 就是限制了这么多 所以我看完Lethbridge的文章 是让我大开眼界的 另外一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 就是Carles Smith 那篇文章是在这篇文章里出的 那篇文章是叫《Notes to a Visit》 因为亚洲研究中心很喜欢去做一些田野考察 去看这些地方 他们就去参观了东华医院的文物馆 现在大家对东华医院的文物馆也很认识 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报纸会看到 也是一个历史文物 但是以前 不是很多人知道有这间东华医院 躲在一二角 王家厦长学会就去参观 Carles Smith回来的观察就是 它里面有很多历史资料 以前是没有人留意过东华医院 原来是有这么多历史资料 很多19世纪或20世纪初期的来往信件 有很多的征信录 都在这世上 所以我看完之后也觉得 这个机构也很特别 竟然有这么多档案 Carles Smith就跟我说 她说 你应该去研究东华医院 因为你懂中文 而且这是一个很值得的研究 他们有这么多资料 竟然没有人研究 其实真的是 说不过你 所以受了这两个人的影响 Lithbridge 和Carles Smith的影响之后 我就决定 研究香港历史 也是研究东华医院的历史 我研究东华医院的历史 初期也有点波折 但是很快就完成了 我成功地可以去东华医院的文物馆 去看他们的档案 我第一次看这些档案 他们的档案是釘了一本本的 里面分开了是一些 每一年的来往信件 或者是每一年的与政府交往 或者是外埠信件 分开了 那我就很兴奋 因为我没有看过原始资料 因为读大学 写了石树论文之后 都不用看原始资料 你都不用看原始资料 我很兴奋 因为很多的量是很大的 那么呢 但是这个惨处 因为是没有索引的 也没有目录的 你看这本文章的时候 你就知道1898年的来往信件 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唯一就是一页一页地看一看 我看第一本 是1899年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有一千份文件在里面 那就慢慢看 看也挺刺激的 因为是闷闷烂烂的 那一看你很怕它就像 饼干一样碎 第二就是很多的那些 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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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我发觉 别人不是英文给你看 他不是一个政府档案 他可以不给你看 他给你看其实是 做你的事 第二就是 东华医院就真的很 慢慢和他们建立了好关系之后 他是很乐意去帮学者 而且我当时在这里看 因为他们没有影印机 所以我要影印什么 都要拿上去广华医院 他们的行政办公室 是让他们帮我拍 我一本文件 我夹着几张纸 他就帮我拍 所以我是怒烦了很多人 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激 很感激东华医院所有的员工 他对我真的很好 另外一个我用了很多的档案 就叫做CO129 这个就是英国殖民地部 第129号的档案 就是有关香港的 它里面是很珍贵的资料 因为是香港的港督 写回到殖民地部的书信 所以你要了解香港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政府的政策是怎样的 它的政策是怎样的 或者是很多很多关于 殖民地政府的事情都可以看到 他们对华人的看法是怎样的 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 可以说是很真的 但是你也慢慢看到 很多时候那些港督写回来的信 都是 make excuses 不关我事的 有些什么发生了 不关我事的 你们要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传统 在官员里面 就是 普遍有事都不是他错的 就是赖在别人那里 所以 所以学了看这些文件的时候 你就看到什么是真 什么是真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港督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是真的 因为这是保护我自己的利益 那究竟真真正正正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你也要看其他人所说的 那这个129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也是没有目录 没有索引 什么都没有的 他全部由1842年至1926年 是有二十几万页的文献 所以慢慢看到他很难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目录 但是不三不四 有好像和没有一样 Joseph也知道 所以我后期 我和夏奇隆神父两个 做了一个CO129的index 就是帮助了很多人 也帮助了我自己 也帮助了很多人 我初做的时候就是 不是这里 我待会给你看看 我做了这个index 初做是用碟出的 但后来香港大学图书馆 就把他放在他们的网页上 就变成数码化了 而且是好用很多 我回来看看 我想给大家看看 我们又没有索引 又没有目录 总之都找到一些东西 但是找到出来 发觉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看的 这个是东华的精讯录 我看没有标点符号 我是第一次真的接触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 因为以前就是中学 或者是看古文也好 很多时候已经有人标了 这些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所以也挺考功夫的 这个也算好 因为他也是印出来 有些就是这样的 就是 那些墨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真的 不是我拍得差 而是他本身的原貌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看得不太清楚 就是古 有些是很漂亮的 那些人写出来 那时候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那些人写信 写到1920多年 那些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有些是这样的 一堆东西 那你要慢慢看 这个是保良谷的 其实这些字是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研究的话 你也要慢慢去拆解他写什么 就是要认识那个字 以及要看标点符号应该在哪里 就是如何去去读它 真的挺刺激的 英文也是这样的 英文也是难看的 那时候是microfilm 不,现在也是microfilm 我们在香港看就是microfilm 很多时候那些墨已经很淡 有些字 像这些字 你真的不知道他想如何 不过慢慢看一看就会更好些 因为很多时候 通常是英国那些人写的那些 就是notes 你看一看,你认得那些字 你就会猜到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还有,你看到它什么字 跟中文一样 它们是那些十九世纪的英文 又是难 好像另外一个语言 这个就是公司写信 是说那些商业情报 买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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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样的 就是 看回原始资料 一方面是很兴奋很开心 因为发现很多东西 但是真的要慢慢去看 就很费心机 这个就是我和夏琦和陈傅一起做的索引 那东华医院除了那些文献之外 还有些文物 这个就是挂在文武庙那里的神威普佑 就是光水皇帝赐给东华医院 就是因为东华医院帮忙去镇 就是募捐刑 也是光水皇帝赐给东华医院大堂 就是普仁街大堂 那条环医院也是光水皇帝赐 其实在东华医院大堂 之外有很多东西的环医院 很多黄医院大堂 我做了很多研究,所以也很感激他 我最初看到的时候真的很震撼 知道是宝,但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是怎样 所以这也是慢慢再疏离一下 资料之后才知道 更加欣赏当时东华医院的工作 我第一本书,我写完博士论文之后 就出了这本书,Parent Charity 就是广东华医院的历史 以后我做了其他的研究 但是我可以说很多主要我以后做的研究 都是由东华医院的研究衍生出来的 是那里引申出来的 我初初研究东华医院的历史 我自己以为是研究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 殖民地政府和华商这些精英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主要是一个本地市的出发 我自己以为是一个研究本地市 但是当我多看一些东华医院的资料的时候 我发觉其实东华医院和海外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尤其是和海外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自己也有点惊讶 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将这件事 有一天跟一个人叫Edgar Wigberg谈 Edgar Wigberg谈论 Edgar Wigberg是UBC英术哥伦比亚大学的 一个很资深的历史学家 他主要是研究海外华人 亦是研究菲律宾海外华人为主 我说我在东华的档案里找到一些关于海外华人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是宝 因为他自己做过很多研究 他说未试过有一个档案 是这么完整的 是讲海外华人和香港的关系 所以我写完《Parent and Charity》之后 我就看多些关于东华医院的海外华人的东西 例如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当时看到很多来往信件 是一个叫做在秘露 一个叫做通卫总局的一个机构 写给东华的信 差不多每个月都有 每一次那封信就会说 现在我们寄多少封信给你 那些信是要在东华医院寄回去乡下 那些在秘露的华人 他们的家书 请你把这些家书送回去 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寄多少钱给你 就是这些海外华人 他们要匯回去乡下的 就请东华医院帮我们送回那些钱 接着又会有这么多个骨箱 请东华医院又送回去 那时候的海外华人 那时候的东华医院真的很小 所以一封信里面 很多时候是要东华医院 为他们做这几方面的事 每一封信都是包含 通常都是钱 有回钱回乡下的 有家书的 有骨折的 这些很多封信都是这样 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知道 东华医院和海外华侨的关系 是很多层面的 一个是家书 第一是帮一些海外华人 和家的维系住关系 第二就是钱 帮来华人把他们最辛苦的钱 寄回去乡下的养家 当然不一定是这样的 通卫就特别是这样的 有很多华侨外在外面 找到很多钱 就回去卖田卖地 很有錢也有,一兩元美金寄回鄉下 所以你看到海外華人的祭餘是很不同的 有一些很成功的金山阿伯 鄉下的人,每個人都想女兒嫁給金山阿伯 亦希望兒子或兒子可以到美國賺很多錢回來 有些是嚇死於鄉,是很淒涼的 所以不同的兒子 我對華人出洋越來越有興趣 都是先在東華資料看的 有很多問題在我腦上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關係和海外華人的關係 華人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出洋的呢? 直至機緣巧合 1990年代,香港很多人移民 我想當時的移民潮在座各位都會記得 香港政府很有興趣 很想知道究竟這個移民潮是什麼 是否braindrain 還是什麼什麼 中央研究 叫什麼? Central Policy Unit 中央政策 不知道是什麼 CPU 他們也請人去做研究 其中一個他們找到的人去做研究 在香港大學的歷史系 叫做Ron Skelton Ron Skelton 是研究地理的 他做了很多當代移民的研究 他就拿了一些研究研究 他就說 Elizabeth,你不如你做早期的華人出洋研究 他不是用華人出洋 是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從香港出洋 其實從香港出洋的人不是那麼多 通過香港出洋的人是多 因為香港出洋的人本來的人口不是那麼多 我就從1840年代開始 一直研究做到1945年 就找到很多資料 發覺香港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移民港 很多華人出洋 無論是南美洲、北美洲、澳洲、東南亞 很多這些地方出洋的時候都是通過香港的 更重要的是他回鄉的時候也是通過香港的 所以我就慢慢在腦裡出了一個中介地 香港是一個中介地 In between place 很多人研究移民 要是看他的鄉下 就是僑鄉 要是看他們到達的地方 而沒有想到其中還有很多地方他們經過 其實很少說從一個A到B 中間有很多地方 香港就是一個中介地 就是一個中介地 我慢慢找一找 都找到很多資料 政府其實檔案裡面都有很多資料 找到很多數據出來 所以我到90年代尾 我就自己向大學撥款委員會申請 就是研究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幸好拿到多少錢 我拿到這些錢之後 是可以另外有機會出去很多海外的檔案 另外可以出去海外很多的圖書館 和他們的政府檔案處去看他們的檔案 而從他們的檔案裡 就看看香港究竟是在做什麼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想看看幾個小時 我想看看幾個小時 三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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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一個研究 就是集中說 由香港到加利福尼亞的移動 去加利福尼亞 為什麼呢? 在1840年尾 加州發現金礦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金礦 但是加州的金礦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金是很容易掘的 它是很淺的 所以如果有人要去掘金 就不需要有很大的投資 不需要用很多機器 也不需要用很多人力物力 所以為什麼加州的發現金礦 是這麼震撼呢? 就是因為它是很容易開的 而且它的量很大 所以消息一出 加州是有金礦的時候 全世界很多人都用它 包括在珠江三角洲的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巧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在珠江三角洲的消息這麼靈通呢? 第一,香港是有很多船 來來去的地方 所以它的消息是很靈通的 那時候還沒有電報的 所以所有的消息都是靠船 第二,主港三角洲有很多美國人 很多美國公司是在廣州和香港的 所以他們有些消息也很靈通 他們就告訴別人 加州有金礦 不如你們去吧 因為他們想去坐他們的船 想去掘金的人坐美國的船 其實這也是一種做生意的手段 所以有了加州的沉金熱之後 很多華人就在珠江三角洲通過香港 在香港上船去加州 這個過程其實對香港的形成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直到這裡為止 英國人拿去香港之後 把它變成自由港 主要的貿易就是一些西方 包括印度的貨物 來到香港 等機會進入中國 所以香港好像是一個貨物 一個倉庫 然後國內的貨物 茶也好、絲綢也好、慈器也好 要出洋的時候 先來到香港 由香港再轉運出去 那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生意 但是就不是那麼大 而且對英國政府來說 對殖民地政府來說 那個好處也不是那麼大 因為它是自由港 所以這些貿易對殖民地政府來說 不是很多收入的 它不可以抽入口水 亦不可以抽出口水 因為有了華人去加州之後 有幾件事發生的 第一 就是當然船務發達很多 很多船要經過香港 載客、載貨 去到加州 另外 這是我覺得要強調的 當很多成千上萬的華人去到加州的時候 加州就成為了一個消費市場 他們去到的人 他們需要很多東西 譬如他們要吃 要穿 要吃鴉片 要吃包心刺套 所有這些東西 美國都沒有 所以他們要 這種消費的話 就一定要經過香港去 香港也沒有 香港哪裏有包心刺套 香港哪裏有米 他們要吃最美的中國米 那怎麼辦呢 就是在東南亞入口 或者在中國的北面入口 那裏有很多錢 你又要吃東蟲草 又要吃人心 又要吃包心刺套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香港來的 但是香港沒有的 所以香港變成一個 要入口 然後就是一個雜散地 所以他們的船業 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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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 都慢慢地很蓬勃 在加州的華人 他們需要消費的東西 是很廣的 一方面他們要吃鴉片 要吃最美的鴉片 因為他們有錢 因為他們有多錢 他們有一個好東西 就像如果他們要買手袋 他們要買一個Gucci的手袋 Chanel的手袋 他們不會用便宜的東西 所以他們是高消費的市場 他們要吃美的鴉片 他們要吃包心刺套 他們要吃人心 要吃東蟲草 東蟲草香港沒有的 一定要在國內輸離 所以變成這個金山貿易 令到很多其他貿易 都是浮撲起來的 如果你在香港 你是一個東南亞做生意的 你便入口多些包心刺套 即燕窩、魚刺等 或者你是做北貨的 你便入口多些 他們當時要濃厚粉絲 是很緊張濃厚粉絲 一定要說明是濃厚粉絲 你要吃漂亮的 深容的 便要從北面下降 所以變成這個南北貨 或者我們叫南北韓 當然它本身已經很蓬勃 但亦是因為這個金山貿易 是更加蓬勃起來的 是加強了這個南北貿易的量 而且你一貴 你有一個高價的市場 所有的東西都會貴了 所以價值也高了 量也高了 價值也高了 所以當時出現了一項行業 叫金山行 大家都聽過金山莊 金山莊是做金山行業的店 他們一方面是出入口 寄出一些大米、唐 其實很多唐是太古唐 因為太古唐的唐是很漂亮的 有漂亮的鴉片 有所有其他食品 金文衣紙 要拜神的 你拜神 你不要金文衣紙 怎麼算 金文衣紙 美國是沒有的 所以金文衣紙也要拜 香竹 勉強也要有 很多衣衣三副鞋蜜 也要中國人穿的三副鞋蜜 有些很勞工用的 也有很漂亮的絲綢 也有 那個範圍是很大的 有一件事是你猜不到的 你猜到香港出口些什麼? 出口些粵劇團 因為美國那邊加州 由1851至52年開始 已經有粵劇在那裡表演 你不能想像當時的人 很大人看電影 沒有電影看就很慘 所以他們就在中國那裡 請一些大老官去美國那邊做 所以他們連這些人 都是通過香港出去 很多時候那些合同 那些大老官出去 要簽合同 那些合同都在香港簽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 和加州的關係有多密切 加州又有些什麼書 慢慢出來香港 最初加州什麼都沒有 因為本來三藩市 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有了金礦之後 才有很多人湧去 而它慢慢奉勃起來 和很多初去的人 都是上去山掘金 沒有什麼人做其他事情 但是有些華人慢慢去 都會開店 開店、餐廳等 去服務的人 早期連洗衣服 都沒有人洗衣服 那些洗衣服 就把衣服拿回香港 洗完掃飯回去 他們是有錢的 就是奢侈度是這樣的 加州有些什麼出口 初期什麼都沒有 後來加州出口 是麥 它自己出產麥 出產麵粉 有很多麵粉來香港 我們現在聽說 香港為什麼有麵粉 香港其實早期 19世紀末期 20世紀初期 有很多麵粉廠 它的麵粉 一部分是澳洲來的 一部分是加州來的 一部分是加州來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第二 美國出產一些花旗心 那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以前的花旗心 就在東部 紐約、波士頓那些地方出產 大平洋去香港 另外一方面 他們有很多的就是 金 所以有很多金來香港 但是很奇怪 因為香港的人 國內的人不喜歡用金 是喜歡用銀 所以金來到香港 先對匯做銀 然後才回去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金融 一個外匯市場 因為很多外國的銀行 在香港 因為金便宜 金對銀 比起來金是賤過銀 但是在歐洲 金是賤過銀 所以他們來香港 夾著市場 就是一有便宜的金 就買便宜的金 所以美國的金來到香港 就不是那麼高級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美金 而是墨西哥銀 墨西哥的一元的銀 是很珍貴的 國內墨西哥銀是通用的 所以另一件事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不說不得的 就是僑匯 因為在加州的華人 都是希望可以寄錢回家鄉 自己多辛苦多辛苦 都要生死死 都要寄錢回去養家 所以他們每年寄錢回中國 從一個經濟學來講 也有人指出 珠江三國州 當時的經濟 是在金山寄回來 或者在澳洲寄回來 或者在東南亞寄回來 那些僑匯 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支柱 香港的重要的地方是甚麼呢 很多這些錢經過香港 每個人都… 譬如有一個人在加州 他想寄兩元回去鄉下 他在那些山卡拉的地方 拿去附近 譬如有一間華人店 麻煩你寄回去台山那裡 這兩元 這間店舖 又會拿去另一間店 又會拿去那些很小的村落 一邊寄一邊去 去到三藩市 去到三藩市 某人就將它收起來 譬如兩元、兩元、一千元 一千元 這一千元就會送回香港 而在香港那裡 又會再分析兩元、兩元 寄回去 其實每次有一個華僑 是將錢寄回鄉下 是經過很多人的手 每個人都可以花 所以對於資金樓 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是做一個金山章的老闆 我在香港 我今天收到兩千元 是從美國寄回來的 很快便要把錢寄回鄉下 給華僑的家人 但是我今天需要錢 我拿著這兩千元 我可以先買股票 或者我可以用來 因為這些錢 對於錢是很重要的 周轉 我們不是一個金山章 有很多金山章 有很多金山章 而在加利福尼 沒有一個村落 去到華僑的家人 可能是很多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個錢寄回鄉下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錢寄回鄉下 對於很多人也很重要 along this way 而且很多時候 譬如我是加州一個商人 我拿到一千元 我未必要把一千元寄回鄉下 我可以把一千元 買了麵粉 而這些麵粉 運到香港的時候 可能已經值一千二百元 不是拿起二百元 就是我賺了二百元 所以資金和僑匯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奇妙和很複雜的 一定是對香港做生意的人 是有用的 好了 講到金山章的崛起 金山章慢慢都成為了 香港經濟一個支柱 香港當時有幾個行業 是很重要的 金山章 南北巷 米 鴉片 這幾個是香港經濟的支柱 金山章這個東西 它的名字叫金山 因為最初華人去到加州的時候 加州就叫金山 Gold Mountain 但後來澳洲又發現金礦 澳洲就變成新金山 美國就變成舊金山 有新金山有舊金山 就是因為這樣而來的 總之在很多華人的心目中 外面都是金山 不管是加州 是加拿大 是墨西哥 是南美洲 總之容易穩展的地方 都是叫金山 在他們的腦裡 是很概括的 第一就是金山莊的出現 以及東南 香港在貿易和作為港口發展的經過 而加州的發營金礦 如何影響香港的發展 當然最初的時候 很多人去就是為了金礦 但是到60、70年代 即是1860年、70年的時候 金錢就沒有那麼容易掘 就開始建鐵路了 所以很多華人去就是為了建鐵路而去 所以人數一直保持著是挺高的 而且市場是很大的 我現在要說另一件事 加州寄了很多錢 加州另一件事寄回中國 就是棺材和骨箱 這件事也是我 最初看東華醫院的檔案的時候 真的很震撼 為何會有這麼多骨箱 封信也說 10個骨箱 20個骨箱 30個骨箱 600個骨箱 是這樣寄回來 東華醫院的兒章 這件事是怎樣的 就是因為很多華人去了加州 當然難免有些人會死去 中國人始終都是希望撞回鄉下 落葉歸根 所以有錢的人可以整個棺材寄回去 但是一個棺材寄是很貴很貴的 那些比較沒有那麼多錢的人 例如他們在三藩市過身 就會先在三藩市那裡落撞 若干年之後就把他起了骨 然後把骨子寄回鄉下 然後就是第二次撞 其實廣東人也很流行撞撞 我們現在去新界 在沙頭角很多山頭都會看到一個骨箱 所以華人在美國過了生 他們要靠同鄉、同行、親友 幫他們撞骨 撞骨也是一個很艱鉅的功夫 因為有一個人死了 他在三藩市一個墳場裡撞了 要撞他的骨就很容易了 我們知道第三、八號就是梁先生 但是很多人都在荒山野嶺那裡死 你知道有一個人死了 但你真的不知道他撞在哪裡 很多時候他們要去收骨 就要找一些紅番大老去找 很多時候就找到了 有時候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時候他們就招勻 即是找一個茅山師傅 就在那裡做一些法事 找不到屍體的人 把他的魂招回來 就放在箱裡 那個就叫做招魂箱 而且裡面有一塊銀牌 寫了他的名字 即是比較完整 每一隻船 寄骨箱回香港 都有招魂箱放在那裡 當然我們有半信半疑 但對當時的人來說 如果譬如我的老公的屍體找不到 有他的招魂箱也覺得是一種安慰 亦是一種交代 回到鄉下之後 先說 很多骨箱或者棺材 有人把他們組織好了 上船 上船後就回來香港 沒有東華醫院之前 有很多其他的團體就會處理它 有了東華醫院 在東華醫院的儀裝之後 很多這些都放在東華醫院的儀裝裡 等到有船 或者有些人時間適合的時候 就會寄回去鄉下 台山也好 或者鄉山也好 中山也好 哪裏都好 這個過程其實都很艱苦 因為 譬如有八個箱 你又寄去不同的鄉下 理論上 這個先有 家裡會有人來領他的傷 但很多是沒有人去領他的傷 這是很淒涼的 因為很多時候 這個人過了身後 骨箱回到去 家裡沒有人搖 即是沒有人來 免得來 另外 東華醫院或者做這些辦事的人 都要處理 如果有一個人 說我是梁先生的家人 你又不知道他是否梁先生的家人 你又不可以亂給 你又不可以把骨箱交給別人 所以很多不同的情況出現 有時候是沒有人領的 有時候領的那些人 身份又不是正確的 因為很多時候骨箱回到去 除了骨箱本身 就會有少許禮事 如果家人來領的時候 就可以拿些禮事 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這個 令到海外的華人 能夠落葉歸根 能夠原植安葬 其實這是很大的功德 因為他們 只要他們在外面 他們的子女是不可以供奉他們的 他們一定要回家 他們的子女才可以供奉他們 沒有人供奉那些 可以變成孤魂野鬼 我經常覺得這個恐懼 是一個很大的 driving force 而在美國那邊的華人 可能都希望 我們收拾他們的骨 希望這個地方會很安寧 不想有些鬧事發生 他們回到鄉下之後 有人去供奉他們 很多時候他們有錢的 就會找一個好的風水位 對子孫也很好 所以人們撞在那裡是很重要的 這個原植安葬整個過程 我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很震撼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 真的要提出來 我想想 丁申法同意 在人類史上 這個現象其實是很罕有 我想是獨一無二 我們應該是很驕傲的 我們是為一些生人和死人 做一些這麼重要的事 真是功德無量 所以香港曾經扮演這個角色 我覺得我們是很值得驕傲的 我可以停一停 我一定會overrun 另外一件事 就是金山莊貿易 另外就是骨折的離離去去 另外一件事 當時香港很重要的 就是全球性的慈善網絡 因為很多的 當時我剛才看過 有兩個碑 有兩個橫額 一個是萬萬涵利 一個是神保佑 都是由江水王賜給東華醫院 就是多謝東華醫院 或者賺賞他 能夠捐很多錢 很多錢不是東華醫院自己捐出來 而是他能夠動員很多人去沒有捐 國內 由1870年之後 打喉 很多震災的事 很多震災的事 曾經出現 都是請東華醫院幫他們 在海外籌籌 籌錢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慈善工作 是用了很多商業網絡 人物網絡 有很多其他的網絡 利用了這些網絡 來沒有捐 所以我覺得東華醫院很重要 就是作為一個全球的慈善網絡 這個我覺得 可能在人類史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我真的有很多的體驗 其中一個我覺得 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 信任是很重要的 商人和商人之間做生意 一定要信 如果你能夠信一個人 你就會把你的僑匯 即是你寄回鄉下的錢 交給他 讓他拿回鄉下 因為你信這個人 你才會把你的朋友 或者你弟弟的骨箱 給他拿回鄉下 因為你信他 你才會說 如果中國要鎮災 我這10元我交給他 我知道他一定會把他拿回去鎮災 就不會自己花了 所以信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商人的信是很重要的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商人社會 也有這個特色 我寫了這兩本書 《Pacific Crossing》是2013年出版的 我一直都是用英文寫書的 後來中華書局幫我翻譯了 做中文版 在東華醫院出錢幫我做翻譯 Stella不在 有沒有東華醫院的人在 都很感謝東華的支持 中文版出了之後 在香港的迴響是很好 英文寫書出了之後 沒有什麼人提 但是海外的評論都很好 但中文版的反應是好很多 都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好了 我們回帶了 這兩本書說到這裡為止 說回王家亞洲學會 就是這個RAS 大概是1980年 我發現原來他們有這麼多 寫了這麼多好的文章 那天晚上我就進了這個會 做了一個council member team 這個會是做什麼呢? 他們主要就是 將香港和中國的文化 介紹給外國人 我進去之後 那時候的council 有誰呢? 有政府檔案處的處長 因為他在這裡 所以我們用檔案處是很方便的 另外就是 Tony Riding Tony Riding 就是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館長 所以認識了他也很便宜 而且特別的是 1974年的時候 他們成立了一個香港研究特創 在香港圖書館裡 研究的Hong Kong Collection 就是丁西派資料 如果沒有了他就真的 他們就把有關香港的資料 集中在一個大的圖片 就叫做Hong Kong Collection 就是從恐安道家裡捐錢出來 是叫做恐安道紀念圖書館 所以這個Hong Kong Collection 是造就了很多以後研究香港的學者 認識了Tony Riding 而Hong Kong Collection 這兩個Hong Kong Collection的學生 都差不多自然成為RAS的學生 第一個就是楊國鴻 也是那些看書發熱超友 總之有香港的東西他就拿了 另一個就是尹潤泉 兩個都是很好的學者 他本身是很好的學者 因為認識了他們之後 亦都很開心 大家都想推廣香港的研究 他們找到有什麼新的東西就告訴我 我們找到有什麼新的東西就告訴他們 當時我們有一件事很喜歡 就是找來看看誰死亡 譬如有些人死亡 我們馬上去看看他們的家裡 有沒有一些舊照片 有沒有一些舊東西 好像那些Vultures 另外就是很多 70年代、80年代 很多的店舖是倒閉的 或者是閉嘴的 在南北行 就是永樂街那裡 很多舊樓拆 我們也走去那裡 看看他們有沒有一些舊的書信 或者舊的帳簿 我和Hong Kong Collection 另外就有James Hayes 即是這個Counsel 我進入的時候 有科大衛 有James Hayes 有Patrick Hayes 有Carl Smith 有蕭國健 有Joseph Dink Joseph Dink Joseph Dink 遲一點 是一個地方 我們除了寫論文 和討論文之外 另外組織了很多田野的考察 我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我當時對香港沒有什麼認識 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其中有一些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跟阿丁申泡博士去墳場 我認識了很多事情 我第一次進入墳場 原來有這麼多歷史 另外一次有跟科大衛去佛山 那時候祖廟剛開了 祖廟博物館 他認識很多人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又跟他們去廈門 又去泰國 又去泰國 最近就是泰國和遼國 所以跟他們去新界的村 跟Patrick Hayes去坑口 他們很熟悉 你以為他是西人 但其實他們很熟悉 新界的東西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做李文虎的 以前 我特別想說兩個人物 即RAS 我最有兩位 一個就是Carles Smith 一個就是James Hayes 這個Carles Smith對香港的研究 中間的位置 斯奇諾牧師 他對香港的歷史研究的貢獻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1960年來香港 教書 來全教 他本身是一個牧師 他應該是在崇基 想教香港的教會史 但是他就發現原來沒有資料 所以他就決心自己去找資料 他就很有魄力 他就看很多報紙 在政府檔案署裡 天天在看報紙 天天去看遺囑 看地契 看地契 看那些 猜響的寶 看政府的 監製 看那些年報 看什麼 在那裡看 而且去墳場 看墳場的碑 抄了很多東西 而他不僅是抄了很多東西 他整理了 他是用人名 來做他的 key 這件事真的很難得 即是說 以前很多華人 是沒有人認識的 他就找了一些名字 譬如是A軍 譬如在報紙裡看到他的名字 在墳場裡找到他的碑 在地契裡找到他的碑 他就把A軍那裡 寫了他的資料 在A軍下面 B軍也是 什麼時候結婚 什麼時候 全部把他整理了 這當然對我們的研究很有用 因為以前沒有這些 index 沒有這些 dictionary 什麼都沒有 而且他做了一件事 功德無良 他能夠認識到華人的名字 原來是李星 又是李玉衡 又是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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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李裔 又是李裔 然後他做了這件事 他怎麼能夠研究華人社會 例如有个人叫Mtoy,原来是五庭坊 例如黎耀强刚走进来 黎耀强说他不知道原来闪玉儿是Elizabeth Sin 他没有理由要把两个名字放在一起 所以有了Carl Smith那么有系统的整理之后 才能研究华人历史 而且他做得很透切的事 而且他很容易,很乐意去帮人分享 你去浑身,他有就会给你 他家里有很多某个木柜桶 拉出来有很多卡片 他就全部用了那些 因为那时候他没有电脑 有时他说得给你听,他就说不听 如果说不听,你来我家吧 所以很多人说我家就当作图书馆 这个这么慷慨的人 是一个很无欲无求的人 就是一个很正人君子 这是我觉得 如果我要做一个role model 他就是我的role model 到我研究华人出阳 那些华人去加州 我知道他做过一些资料 我就问他 Kao,你可不可以分享你的资料给我吗 他就说我没有用了,你全部拿去 因为当时他已经90多岁 他就说I won't need them,你全部拿去 后来他就把他的资料 把他放在线上 就把他放在线上 就把他放在线上 然后再把他放在线上 我能够遇到这个贵人 另一个贵人是James Hayes James Hayes的中文名叫许书 他是一个李文官 以前的李文府李文官 他退休的时候1987年 他是做到新界的Secretary for the New Territories 即是新界最高级的官员 他亦不断地研究香港社会 尤其是农村社会 他不断地收集资料 跟那些乡民说 拿他们的族谱 拿他们的地契 很多东西他copy了 然后还给予他们 他是一个很热爱历史的人 而且他就 Carl Speck是不喜欢人们做生意的 所以他就不是很理会那些商业的 许书就专门去那些旧店铺 问他们拿他们的股票 什么的股份堡 以及有很多不同的罕物 他就收拾了 总之是收拾了 而且James Hayes 我觉得他有很特别很开心的 他很疼我和David Ford和 Patrick Hayes 很多时候他收藏的东西就分了三份 这份是给Elizabeth的 这份是给David Ford的 这份是给Patrick Hayes的 他经常拿一些东西来给我们 他的车尾全部都是书 他好像一个流动图书馆 我想好像一个仓库的车尾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人 所以我参加了RAS之后 亚洲研究中心之后 认识了很多人 认识他们很多都是很热爱香港 而且是很分享 我觉得他是我的恩人 我遇到这么多贵人 有一个人我不可以不提的 就是小诗 盧伟团老师 我初初不认识他 但是到1981年 我想他的碧伯论文刚刚出现 他写1937至41年 南来作家在香港的经过 不知道是否赵宁荣给我看 赵宁荣给我看 他给我 我在看 我认识他认识很多东西 为什么有这么多资料 而且小诗文笔很漂亮 而且他写得很感性 你看到很动人 我便觉得他对香港很有感情 我便写了一封信给他 这是我的偶掌 这是我的第一张 fan mail 导致他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崇拜 很佩服他 后来我便有机会 第一次见他 在中华文化出尽中心 我便去说话 他便来听我说话 我当时真的很受宠若惊 只是我跟他很好的朋友 不是常常见 但见到也很开心 他便很鼓励我 他便说 他说 小语,你写了一些东西用英文 很多人看不到 你多些用中文写东西 我说好了,明天我退休 因为我们 当时在大学教书 你写的东西都要用英文写 我便逃不掉 所以我这两年 多些用中文写东西 尽量 我觉得他是一个 早期鼓励我 我继续研究香港的一个人 小诗写蔡培元的份 真是看得到哭 所以我自己一方面做研究 一方面也希望多推广香港历史 1990年初 就是希望在中学的 在中学的课程中可以教 但是我自己走的 香港研究的道路 也越走越长 也越走越远 也越走越阔 因为我越看香港历史 越看香港社会 我发觉其实 很多在香港发生的事都是历史 不需要只是看政府 或者只是看经济 或者什么 所以我自己就把这个 课题放阔了一点 我当时在香港大学 我在历史系 但是与亚洲研究中心 就合作了做很多样东西 但是我们出了这本 就是开了一个 我们开了很多会 的 很多研讨会 开了这个研讨会 就是说 Research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就是将 不同的 不同的 Areas 比如地理 社会 学 或者是 商科 或者是考古 如果你研究那些资料 那些资料 在哪里找 这个很初步 这个很初步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做的 亦是第一次有编辑 有本书 有我的名字 但是都是 很多 很多 很多高层次的 学者带着 我另外 1991年 就搞过一个叫做 香港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难忘的 研讨会 因为我们就聘用了很多 不同界别的人去开 有电影 有电视 有流行音乐 有小说 有粤剧 有出版 有广告 有一些行内的人 也有学者 说文化研究的理论 我当时就很开心 各有各地 说回自己行业的东西 而且 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 当时有哪几个人在这里 有黄尖 有陆鸿基 有陆镜刚 有梁炳坤 也就是亚斯 有史南生 有吴震鸿 有尊子 罗卡 当时我自己就说 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来到华山论劍 很开心 尤其是 有人写回我们的研讨会 就说 在香港大学用广东话开研讨会 是很少有的 而且 变成了用广东话 大家可以唱所欲言 是很开心 而且是很巧 因为我们那次开会 很多人都是跟我一年纪 所以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大家经历过的 但是那时候 很多都是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出生 所以我们说的 其实都是一个集体记忆 黄尖 梁炳坤 陆鸿基 都不在 已经是成为历史人物 已经是成为历史人物 看到吗? 陆鸿基 那一年我又搞了另一个研讨会 就是讲粤剧 一来我喜欢粤剧 第二我觉得粤剧是香港文化社会里 一个很重要的一環 有没有人喜欢看大戏呢? 这里有没有人喜欢看大戏呢? 有没有人喜欢看大戏呢? 但是我也邀请了很多老官来说 他们对粤剧的感 就是他们的看法 对当时的发展的看法 以及他们对未来有什么看法 如果您看的话 有几个方艺勋女士 是我们最开幕池的 而且那本书是他出此资助我们出版的 一个很雍容华贵的人 这张照片很特别 是我们开会之前拍的 有方艺勋、有陈君耀、有秘明仪 还有有二十四 我想并不是很多照片 会有几个这样的人 这几个人会一起拍一张照片 这里是这个开会 现在我们看看有几个在这里 有黄岩 黄岩是一个班主 很有影响力的班主 由星宝、罗家英、梁汉威 叶少坤 现在只剩下罗家英 很多人都过世了 他们也说回他们自己对 当时香港粤剧的发展的感受 他们说得很好 而且我们是录了音的 而后来是不录写出来的 所以那本书后面的附录 是附了研讨会的内容 是挺特别的 汪明荃 中领海 中领海当时 是民政署的 是吗?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还是LCSD 康文署 那时候那些老官 在不断批评政府 说政府给的太少场地 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很多事情 其中中领海很惨 每个人都在砌他 旁边的女孩好像是市政局 还是区域市政局 我不太确定他是谁 汪明荃说了一句 我印象很深 他说你们这些官员 整天都去看巴雷舞 又去看交响乐团 又去看西洋劇团 没有人看大戏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你这样 是给别人一个印象 就是高级的人 去看西洋的艺术 是一些斯拉斯去看大戏 我当时真的觉得 这句话真的令我印象很深 因为你的高官 或者社会的精英人士 如何做事 对大众的影响是很深远 尤其是对年轻人很深远 当然他们是很向往这些高级的东西 所以那些学生就是想做跳巴雷舞 那些学生又想进去乐团 又唱那些西弦的什么 藝術歌曲等等 所以当然这是九十年代 后来是很多 现在很多了 现在多了场地 政府也做了很多资助 学校也有都可以学 或者是会讲 或者教一些学生 如何欣赏乐剧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看电影 所以我很开心 就是觉得 让我多一点认识香港社会 亦是多一点去推广 香港社会的不同的因素 给大众 我另外开过了一个 即是一连串的 香港历史研究生的研讨会 是邀请当时在做历史研究的学生 研究生去讲他们的论文 就是大家交流 而且又邀请在香港和国外一些专家 去评论他们的文章 所以是一个很丰富的 给学生也好 给老师也好 都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这里有几位都已经做了老师 刚刚才教了 这里有Joseph 有Hugh Baker和Anthony Sweeting Anthony Sweeting 当时是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香港教育史的教授 我为什么要提这几个议会 其实我们开了很多会 但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这几个 而且这些会 都是在亚洲研究中心开的 我当时还没有去亚洲研究中心做 但我在历史上跟他们也很熟 而当时陈均耀 就做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 但他对人民科学是很包容 很鼓励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想开个会 他说你赚到钱就开 我们去赚钱 他的办公室那些人 就会帮我们安排所有的东西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议会 做了很多议会 所以可以按键就可以做到 尤其是外面有人来 帮你订阅机票 订阅酒店 我们要吃饭 帮你订阅餐厅 是一个很好的 好像一个大的机器 只要你给他一些内容 他就可以做到出来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些研讨会 做得很开心 再说一点 我自己做研究 我退休了 做了很多事情 退休了 退休之后 又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做了香港记忆的项目 叫做Hong Kong Memory Project 由马会资助的 就是建立一个平台 一个多媒体的平台 是收集香港的资料 而且是如何展示这些资料出来的 可以推广香港文化和历史 我最初接到这件事的时候 都觉得 怎么开始呢 好像老鼠拉龜 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第一步 我走到第一步 我很开心 就是我和香港大学图书馆 尹云泉说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不要紧要我帮你 所以有很多图书馆的支持后 让人都相信你很多 因为图书馆一方面有很多资料 尤其是他们的Hong Kong Collection 很多东西不得了 而且图书馆当时 也开始做数码化 所以他们里面 有很多技术的专家 这就帮助了我们很多 我们就开始做 一方面是收集资料 第二是整理的资料 想想如何展示出来 那个桌子如何设计 又要搞软件和硬件 又要决定何时才买的伺服 因为我们是2006年开始做 想要做五年 太早买到你真的推出的时候 那些机器可能已经够了 过了时间 但是太早买到这些东西 都想不及 所以有很多这些东西要决定 而最复杂的就是板权 有很多东西要收集资料 因为板权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不能用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我们和马会说 香港大学做完这个Memory Project 之后 就会交给政府 就是由中央图书馆去主持的 中央图书馆就说明 你们交给我们的资料 全部都要清晰版权 没有问题才交给我们 所以一份一份去查 后来那两年主要就是处理 copyright的问题 上去之后 其实也很开心 这个是一个interface 是繁体、简体和英文的 完全是bilingual 所以翻译也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是有文献、有音、有影 也有很多视频 而且我们做很多口述历史 也有很多人拔刀伤了 出来帮忙 我们很多的collections 都是找一些在这方面很专长的人 这是那个菜单 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 导演蓝音 我们有哪个帮忙呢? 就是荣雄真 他送这些东西给我们 即是他给我们用的 其实你也有一段估计 因为荣雄真最初 在70年代 录这个导演蓝音的时候 是亚洲研究中心帮他 即是亚洲研究中心的project 所以那些recording tapes 是放在亚洲研究中心 所以就是有一段故事 除了荣雄真送一些东西 给我们用之外 我们还请了吴水卿 或者大家都听过 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 和广播的人 他就是编排了一些资料 他就说回那个故事 这个导演蓝音 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人 荣雄真说 不如你作一首曲 说回你自己的身世 他就真的写了一首曲 是说自己的身世 他是很盲 所以他一直很长的那首歌 他一直记得回 希望大家有机会 都在《Memory Project》那里去听 你可以整首这样听 一致过听完 也可以听吴水卿 一段一段地解释 究竟这一段是什么解释 这个《Memory Project》是不用钱的 你打HKMemory 这些《Memory Project》就已经进出 而且也有很多人用的 这个就是我在澳门大学 因为澳门也是想搞澳门的记忆 我们就过去那里讲 我就讲《导演》 我们找钟伟明 钟伟明说回他自己入行的经过 而且他又给了一些他早期的小说的录音 很精彩 而且他当时是讲武俠小说的 他说那些武俠小说的录音都没有了 但他仿效他以前讲武俠小说的录音 这些是高天强 高天强帮我们做了一个组织 就是讲香港房屋的历史 有很多很珍贵的照片 这些是海边那些 就是没屋区的 很好 另外一堆就是另外一个组织 就是黄尖的 就是吴俊雄写黄尖 就是把黄尖的文章 把他的歌曲和歌词都写出来 也是一个很动人的组织 另外就是墳墙 有一个人叫Patricia Lim 是一个外籍人士 教你比较的中国人 他就跑到香港墳墙 几千个墳墙都拍摄 拍摄之后 就把他写回每个人 就是每一个死者的名字 以及做了一些研究 这个死者是谁 给了我们一个数据 还有很多照片 这个有很多人用 因为国外很多人 海外很多人 想找回他们的先人 就拿这个来做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research data 这个很受欢迎 这个真的很难得 你可以想象 去那里拍照多亮 天黑也不行 你来到太阳才能拍到 另外有一个组织 就是Hugh Baker 我刚才说了 Hugh Baker 他在我们的开会里有来 Hugh Baker 应该是五十年底 六十年代初 Hugh Baker 就在英国来香港 去了上海 不是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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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一段 去收集很多民族学的资料 黑家话也说得很好 遗头话也说得很好 广东话也说得很好 他和朋友出了一本 教人讲广东话的书 尤其是教政府的官员 当时他们每个人来到都要学书 就是他写的 他也观察了很多很多 农村里面的风俗习惯 他就给了他的视频 我想好像是二千多个视频 送了出来 真的很难得 然后我们就拍他 他一路看 他选了一些照片 这个就是那个 放在坟里 把骨头放在坟里 一路放一些照片 他一路说 说回当时的情况是如何 另外一位叫Samson Chan 他以前在监狱做 correctional services 他就做了一个collection 是说玉多利的监房 这个是加多利农场 加多利农场 我们有一个collection 是说加多利农场 说很多是口述历史 而且加多利农场 他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电影档案室 这些豬送给农民 新界的农民 因为战后 香港新界的经济很差 加多利农场 是做了很多东西 帮助当时的经济恢复 因为他送一些豬 这就是太古 太古也送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太古堂厂 有他们堂厂里面的设备 有些帐篷 还有很多的告白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是中东西的 当时的太古堂厂 是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 包括去美国、去日本、去东南亚 去到中东的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关伟隆的日历 这是说公展会 这真的是很集体的记忆 这个组织是提到搭棚的艺术 我们可以看到 棚里面的竹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我们又跟搭棚师傅去谈 说一下他们的生活 另外我们有几个 这是说女子教育 这个组织主要是用口述历史 跟以前的老师和学生说的 我们的口述历史是我们的 Hong Kong Memory 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这是说什么呢? 这是说岩前卫村的 其实做Hong Kong Memory 的时候 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我们做很多外展功夫 我们是跟老人家教他们 如何写回他们自己 给一些iPad 他们叫他们写回自己的历史 或者拿一些照片 给他们说回他们的事 特别我们是联络了 差不多50间学校 叫他们教学生 写回他们学校的学校史 这些学生就去找回 他们学校的那些 就是旧的校刊 旧的档案资料 旧的照片 也是做很多去访问 以前的老师和以前的旧生 那些学生做得很开心 我们当时有一个网页 是让他们自己上升的 但是也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那个网页是不可以公开的 后来就关闭了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得着 就是那些学生很开心 因为原来他们发现 历史不仅在书本上才有 他们的周围 他们的家里 他们的学校 都是有历史的 做完《香港志》之后 我自己继续写书 最近我们有一个 我参与的就是《香港志》 现在这里不讲 因为我自己的 参与的成份是很少的 但是也说回我自己 走的历史研究的道路 我想我会继续走下去 有开心的事情 有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也是很挑战 而且也很有满足感 那我多谢大家今天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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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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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懂回答 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 其實香港市有很多方面 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譬如你覺得這個範圍已經做到 沒有可以做 但其實也可以繼續做下去 你有新的觀點 或者有新資料的發掘 你就可以一直做 所以希望大家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位是寫歷史 或者研究歷史的人 但如果多些人看書都會很好 希望多些人看書 你們看書都是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今天非常感謝閃玉兒教授 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分享 為表謝而我們有請 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代表 向演講嘉賓致送紀念品有請 我們下次見 squeeze 그런